用很多小孩子能够一起前世的案例来证明轮回的存在 他觉得这只是案例 不具备普遍性、可重复性、可预测性 他觉得真理必须具有普遍性、可重复性、可预测性 情况上是我们如何可以用轮回的真相来做预测 可重复性 是的 首先有一个问题要思考 加入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不需要成千三万的人 加入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是前世过来的话 那就人死了以后就像如灯灭了一样的 这种说法就受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冲击 不需要成千三万的人 那么再考虑一下 那他一个人如果有这么一个人的话 那他死了以后他的灵魂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不就是说没有大脑 人这个心脏调动还有血液心患 这个停止了以后的五分钟之内 就大脑的细胞全部不就是死完了吗 死完了以后人的灵魂不就没有了吗 那么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这样子的人的话 那这个一个人就已经足够了 这个观点是已经是瓦解了 所以这根本就很多人说这个是个案 如果有个案的话 那这个他的这种间接就已经一个个案就可以足够 这就已经不对了 那如果是个案的话 那你来解释一下这个个案他是怎么来的 他的灵魂是怎么来的 那不就完了吗 如果他说那如果说有一个这样子的人的话 那好啊 其他人有没有 其他人有没有这个前世轮魂 我们先不谈 那这已经证明了这个灵魂不是大脑的一部分 灵魂是可以这样子下去的 生命是可以延续的 我们一直到现在说的这个人的这个灵魂不存在 死了以后一切的结束 那就现在已经证明了不是呀 所以不需要太多一个就够了 当然这个要有争免的结实 争免的结实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人的这个激励 我们每一个人的激励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今天这里有一百个人 一百个人 有些人呢 我们很小的时候的事情都是记得清清楚楚的 有些人呢 昨天发生的事情 等我们要想半天才能够想得出来 这样子的事情 那这个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还有一个呢 佛经里面就有这个激励 佛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比如说我们这一生当中给大家将近说法 然后就是把这个佛陀的智慧 就赐给人赐给别人那样子的 反正就是给人就给予智慧 这样子的话可以下意识可以激意 这个前世能够激意很多很多前世 也有这样子的原因 有很多的原因 所以不积极得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佛教的解释 大脑它虽然不是这个仪式 仪式它也不是大脑 但是呢 尤其是脏传佛教的这个密发和脏仪 里面解释非常清楚 我们的大脑里面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大脑的神经 跟这个我们的思维和我们的感官去认知这个外面的世界 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所以上一世的这个大脑彻底的没有了 然后这个坏态期间 很多事件都是昏迷的这个状态当中 昏迷 所以这个因为这么长时间的这个昏迷的状态 然后上一次的大脑完全是没有 完全是更新的 这样子的这个这样子的事情就导致了 我们就是把上一次的很多的记忆都 记忆都失去了 比如说比如说有些人啊 比如说像交通事故啊 等等一些突发性的事情 比如说就人呢就大脑受伤啊 或者是严重的这个昏迷啊 这样子的话 他醒过来的时候就很多失去了很多以前的记忆啊 人还活着 但是呢就是因为他失去了很多记忆 就这个这个原理啊 很简单 所以他们很多绝大多数的人是没办法回忆 但是啊 这些没有回忆的这些 现在不能回忆的这些人 通过催眠啊 通过催眠啊 有些人都可以 可以这个这个回忆啊 所以呢 也就是说明这个我们现在不能回忆的人是没有这个前世 不是这样子的啊 反正就没关系的 这个反正如果是有这么一个两个的话 至少有一些人是有轮回了 对吧 这些人是有轮回忆的人是有轮回忆的